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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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严肃地批评他了 长征 这么硬闯别人的铁石矿野集团 是有些过分 志工啊 这个事情上我是支持你的 来 来 铁石啊 这白脸我已经尝完了 你是不是该尝尝红脸了 我觉得啊 这样效果更好 你说得对 好 好 好 再见啊 再见 你们 要吗 这么多吗 我就挺几小的 给你搞的 那么应该尝尝 但是我来看我 你都有点点 那个 对面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这化验结果出来无非就证明 死者是这十二分之一 对吧 姓什么 叫什么 你身份确认了吗 你身份确认了吗 行 我回去就把DNA给你做了 行吧 DNA 亲属找到了 我说你什么都没搞清楚 你做什么DNA呀 你招什么急呢 你查案子那么容易吗 你这么着急干吗 按照惯例 你现在得确认死者身份 对吧 查明死因 排除他杀 他得有个流程啊 你完成了流程才能结案 那这你要实在不想查 你回去吧 结案报告 签上你的大名 宾夕刑侦大队副大队长长征 草率结案 好了 去吧 长征啊 刚才有个很重要事 我忘了跟你说了 当年矿难 事故任敌的金办人 是赵小神 行 回去写报告吧 这案子 我查了 这案子 一查到底 长徐 我错了 这次是我大意了 要打要骂我都听你了 他那字写得也太草了 而且确实我太着急了 我也没看见 没事 我的责任 那个 我给你带的午餐 一起吃吧 也倒点吃饭了 我这回来还在想呢 这回你不得把我给骂死 我都说了我也没看见 我骂你干嘛 骂你不用骂 你不看见可以 但我不能看不见呀 我要成为你的 另外一双眼睛 喂 严正伟 秦也 根据你提供的情况 我们对当年穷雅五号矿的 碰难事件 进行了初步的调查 有一个重要的信息 提醒你们注意 您说 那次事故认定的责任人 是赵孝生 当年他是恐惧治安办的出任 你怎么了 你怎么不说话 对不起 是我说话 没有仔细看认定书上的签名 秦也 把你派到长征的身边 就这让你做他的另一双眼睛 你也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上哪儿去了 吃饭啊 没什么 我跟你说啊 山崇水赴一乌露 柳暗花明一村 你快点儿啊 打起精神了 这八子还没一撇呢 你就柳暗花明了 这矿弹事件已经过去了二十八年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跟赵孝生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告诉你啊 在昌武这个地方 只要跟他仗仗 沾上边儿的事 那都不简单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出私不简单 一点点查 那张大队不上咱们查 这个无名失果案吗 那我就好好查这案子 然后呢 当年这个 琼瓦五号矿矿井 一共发生过两次矿难 第一次是大规模探打 十八名矿工被埋 最后十一名丧生 七人生怀 第二次是一周之后 这个矿的监理员邓立军 进矿勘查的时候 又发生矿难 邓立军遇难 所以按照这个顺序的推断的话 我们发现的这具无名失谷 有很大可能 就是邓立军 我知道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找到 邓立军的亲属 然后来鉴定 这个无名失谷的身份 吃饭 吃饭 我吃完饭就是差 到龙光山查 对 我找人打听了 好像是二十八年前的事 这么些年了 还能查到个毛 老爷子安排的 老爷子是想支开长征 给我们争取时间 去找二哥留下的东西吧 你现在也不用再盯着他了 就让你去找二十八年前的线索吧 是 喂 长副 已经查清楚了 邓立军的妻子 七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但他还有个儿子 就在长五 我是哪儿子 也不想要去尽量 我还是在长五 还要在长五 时 我还是在长五 在长五 我还是在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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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小军呢 就住在这儿 就是这家 这家 嗯 干什么 干什么呢 敲敲敲 敲什么敲啊 大半夜的让让人睡觉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警察在查案 警察也不能扰民呢 不是 我问一下啊 住这儿的那个小伙子 是不是叫邓小军 我怎么知道他叫什么呀 就是什么你们要别敲了 早就搬走了 搬 搬走了 不 Ivinha 邓小军 我们要欠揭 郑婷 是 贝贝 要得ALK 跟后面 你将手 你 二十二号 我都跟你们说他搬家了 怎么还在这儿翻腾啊 他什么时候搬家 上周一 你怎么记那么清楚啊 那天晚上都挺晚了 我刚躺下 他这儿叮光叮光地就开始搬家 吓得我一晚上我都没睡好 他根本跟你说过他搬到哪儿去了 你这话问得有意思了啊 他搬哪儿去我怎么会知道呀 现在这年头谁管谁呀 真是的 他刚走你没有来 这天天晚上叮光叮光的 没完没了 上周一 赵公臣出事的晚上 这绝对不是个巧合 那天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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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聖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冲满阴霾 有人默默存在 若我消失不再 忙完就织一声 我请你吃宵夜 与我奔赴火海 沉香不必掩盖 终会被我解开 等待春暖花开 我终会归来 期待明天天空的色彩 从未想过离开 从开始到现在 不怕满身的伤害 冲破残缺地带 在 海 好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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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调取了十号当晚 机场 火车 码头 以及所有汽车客运站的监控视频 但是都没有发现邓小军的踪影 而且根据董路说的 他根本就不认识邓小军 也没有听过赵峰辰提起过他 你呢 我核查了赵峰辰近三个月的 手机通话记录 没有发现可疑的号码 你们两个继续调查邓小军的社会关系 看看他有没有来往密切的人 知道他的取向 好 是 请你跟我去找啊 小军 长副 长副 手机落车上了 手机弄得落小 也不怕有事找你 我工作手机随身带 这是生活手机 完了 没电 给我 我帮你冲 你们又来干吗 小军 小军 我知道你对我有很多意见 也有很多偏见 咱们先放一放 今天我必须进到赵峰辰的办公室 看一下 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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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心里有恨 但是请你把这番恨 放在杀害你师父的凶手身上 不要放在我查案上 我凭什么相信你 杀害你师父的 和杀害我父亲的 应该是同一拨人 我师父的衣物都在这儿了 您找我手进攻落 好 来吧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都仔细看过了 然后东西也都恢复原样了 看样子没找到线索 但是还是要 感谢你的配合 我们就不打扰了 等一下 看完这个吧 也许对你有帮助 这是什么东西 我师父的简报 时间跨得比较久 他一直想退休以后 写一本关于司法普及的 封锁读物 整理他遗物时候发现的 我就留下来做纪念了 这不是当年矿难的新闻吗 这个新闻你有印象吗 这是二十八年前 一则矿难报道 前段时间我师父为了找这张报纸 跑了很多图书馆和答案馆 我去复印 复印记得得比 谢谢啊 还滚 谢谢啊 我给你转发了 我说过 你转发了 好 支持你 给你转发 我觉得还好 你不应该帮助 我帮助你 我帮助你 你帮助你 Efeku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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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 好 我知道了 行 我修改完了 快给我 好 行 喂 念念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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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手机落车里了 然后我在办公室忙了一晚上 我等到你一晚上 后来还是睡着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今晚干吗呀 要不然我去接你 咱们吃饭去 今天晚上应该不行 要不然我们 你忙你的 没事 改天约呗 好吧 好 好嘞 拜拜 怎么 约着人家吃饭被推了呀 这不是工作都忙吗 你看啊 你们这要不然接不到对方电话 要不然约不着对方吃饭 这问题还是很严重的呀 就这工作性质的 没日没夜的怎么办呢 回对里吧 一场二十八年前的矿难 赵鹏城为什么要把它重新翻出来 仔细研究 这说明这场矿难是有问题的 还有 邓小军为什么在赵崩城遇害当晚 选择逃离场五 如果这不是巧合的话 这两个人之间 必然存在着某种联系 但是就现在这个大盘来看 他们两个的联系只有一个 矿难事件 对 还有 赵孝生作为当年矿区的治安办主任 他在矿难事故的认定上 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邓丽君作为矿上的监理员 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他的儿子邓小军到底知不知情 这些都是我们要查的方向 可是现在赵光臣已经遇难 邓小军至今下落不明 那我们从什么地方入手 你调查矿难 当然从矿难的运营方入手了 铁石矿业集团 你这么晚给谁打电话呀 别管 我办事是最有规矩的 好 好 我支持你从袁涛查起 但是局里会有什么反应 就很难说了 毕竟这起矿难已经过去二十八年了 早就超出了立案期限 如果没有确定的证据 我也不能硬押啊 可以 你可以暗中调查 但是也要做好随时中断的准备 老肖啊 好 这白天工作忙回家还这么忙啊 歇会儿吧 吃饭了啊 来了 来 吃饭吃饭 吃饭吃饭 长征今天是不是去找过你啊 二十八年前那起矿难的资料是你给他的 他自己反散的 你之前不是对我支持长征查案很有理解吗 现在怎么到主动放弃他的吗 我有我自己的理由 川儿啊 你现在大了 有你自己的世界观 这我是支持的 但是程中 你还是不要穿过太多 好 我再来个食材 我吃饱了 我不希望以后再在家里探长者 你看看你 好不容易一家人在一起吃顿饭 又是工作 一家人在一起吃个饭也不安生 吃饭吧 我们就这样找上门 会不会打草惊蛇呀 我就是要打草惊蛇 我就是告诉他 我长征一直在盯着他们 让他难受 我让他食不知味 一也不能昧 懂吗 赵家把一切准备的都太周全了 我们这么长 永远只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他要给他搞点突然袭击 让他不知所措 让他防不胜防 那我们这么做 张达还有局里其他领导 张秋风自己给我派的任务 他能说出什么来 放心吧 传道桥头自然值 那布置呢 布置给他掰值 要给他 reform 令人了 亚未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们要查之前的一场矿呢 我们铁石矿业集团自成立以来 一直非常注重生产温泉 规范经营 虽然会有一些小的事务 但基本上都是 恐共违规操作 不知道二位指的是哪一桩 二十八年前 琼崖五号矿矿难 知道吗 不知道 二十八年前 我还想要是 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告诉你啊 二十八年前 龙王山琼崖五号矿井 发生重大矿难 我接到上期指令 要查这些矿难 请你们配合提供 当年的矿难资料 三哥 麻烦你去一下大哥办公室 嗯 呦 有人啊 曹副大队长啊 啊 这不三哥吗 怎么也不 我给我打电话了 哎 我这么多老梦见 你又可不敢 可不敢 可不敢 人家曹副大队长梦见 那不是什么好事 什么叫我梦见 不是好事吗 哎呀 别为了干嘛呀 他们是让我们配合调查 一起二十八年前的矿案 二十八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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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还没上前呢 怎么配合呀 你这话揉揉这么多 我们说话得小心一点啊 咱们还小心什么呀 我也是领导安排过来查这件案子 对吧 走走流程 没事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我这让人天生怕鬼 你在这个屋子里边出现了以后 我就觉得 个屋子里有些不赶紧的东西 你就来这一趟 我得请个钟葵过来 震下肠子 白胆的 这样吧 一会儿我们法务过来 律师对警察比较专业一些 对吧 我们俩 就不得说话了 我们那个法务 刚从澳洲回来 我们那个法务 刚送澳洲回来 很专业 你不用介绍 你们俩老司 我见到过来 不用 见过人挺多呀 你们赵家这几位大哥 不太认识人士 赵总 董事长 你怎么了 杰律师 你好 桑警官 你好 杰律师 两位警官想要调查一起 二十八年前的矿难 来请你跟他们沟通一下 我来跟您说明一下 二十八年前 琼牙五号矿隶属 国营琼牙矿业集团 它跟后来成立的 铁石矿业集团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企业实体 所以他们之前发生的事情 跟铁石矿业集团 没有任何关系 我不管你们 到底是不是一个实体啊 这我管不着 但是现在我要查 琼牙五号矿矿难 现在琼牙五号矿 归你们管吧 是你们公司的吧 所以我只能找你们 琼牙矿业集团 在出让之前 经历了多次的企业改制 很多资料都已经遗失了 所以很抱歉 你们要的资料 我们没有办法提供 遗失没关系 有多少拿多少 这二十多年了 当年应该都是 纸质资料吧 没事 我们就来调查调查 当年的矿难详细情况 有什么资料拿出来 我们走人 如果你们坚持 这两者是有关系的话 我建议你向你的上一集 申请正式的调查许可 行 我们回去考虑考虑案 慢走 我送了 走 我问我 我说 我就要过来 再上这些 动物 你不认识 我还可以 扶负秘 尽 你不认识 你内申鸟 我看我 前面 你什么 你不认识 刚才今天出现 肯定不是他的本意 一定是有人可以安排的 我知道 我看出来了 是张的 咖啡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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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想问你怎么了呢 你为什么要这么安排 让我这样去面对长征 我跟他什么关系 你不清楚吗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靳姐 提醒你一下啊 你现在可是昌武市 铁石矿业集团的律师 今天这个情况 你不去谁去啊 咱说啊 长征 你的私生活我不干涉 但你忘记了你律师的身份 你在澳洲 不会这样公私不分的 怎么回来全乱了 是因为他了 当然 为了他我什么都可以放弃 我没想到 你会说出这样的话 你好 你要知道 一个没有独立经济 独立事业的女人 男人是看不上的 长征不是那样的人 是吗 当然 所以他又会为了你 放弃他的警察工作 如果你真的愿意放弃一切 在家里相扶教子 那我话说啊 今天让你面对这个事情 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在集团里 我只是一个法律顾问 但你决定的事情不多 我答应你 下次若有这样的事情 我会今天安排你们回避 谢谢 我没有想到 你 我说长征 你是第一天到警察吗 我真是不敢相信 我那娘 你怎么就这么不着调呢 我怎么就不着调了呢 张大 当时这样子 不是你一案头让我查的吗 我是让你去确定 你一事故的身关 你倒好 不请示 不汇报 跑到铁石工业集团 你查什么查 我问你 二十八年前的矿难 立案了吗 我问你那立案了吗 二十八年前 没有 没有立案 没有 没立案 没立案 你查什么 你知道 铁石工业集团 是什么单位吗 全省明星企业 唱舞的纳税大户 我实话告诉你 你前脚刚走 后脚电话就打到王菊 王菊那儿了 我正常调查它有什么问题 而且我怀疑当年的 穷压五号矿难 它根本就不是意外 而且它很可能 跟赵鹏城的词 有着密切的联系 证据呢 可能怀疑 不是真凭实据 我不是在这儿查吗 不查哪儿来的证据啊 张大领说得特别对 这一次呢 确实我们考虑不周 我们鲁马了 我保证知错就改 下不为例 你知错 你改哪个错啊 什么这下不为例 她说得很好 年轻人有热情 这很好 但是你办事 得讲究个方式方法 更重要的是 要有政治嗅觉 对 对 对 特别对 孟明真会嗅啊 我先问你 行 妈去吧 嗯 长富 长富 长针 干什么 发什么脾气啊你 发什么脾气了 跟着我干什么呀 回去鞠躬去多好啊 真是 你刚才像什么样子 你告诉我 像什么呀 你就像舔狗成精了一样 在那儿 对对对 是是是 哪句话对呀 哪是啊 像什么像 我是觉得你奇怪 我奇怪 你才奇怪呢 你看啊 新爷爷码头枪间 有两个目击证人 你知道跟他们迂回 查秋涛的时候呢 你知道要装爱鸟人士 喝大酒掏人家近乎 怎么一到这张大的时候 你就像吃了枪子一样呀 我是看出来了 你查案的时候呢 就特别精明 像老狐狸一样 这一跟上级领导沟通呢 就像狗熊 完全不懂得转弯 你到底想怎么样呀 你那像狗熊吗 像狗熊比像狗枪 你看啊 你平时吧 这开得起玩笑 也放得下身段 这情商呢 也基本上还是在线的 怎么一查到案 碰到张大 你整个人都变了呀 你想他一路 给你开绿灯 想怎么查案怎么查案 想怎么翻案怎么翻案 你是当警察呢 还是做皇帝呢 你有你的做事原则 他有他的方法 那有什么不对的呢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保留接话呢 结果呢 就是一头撞上去 鱼死网破 一拍两三呗 你这废话虽然多呀 但是其中还是有些许的道理的 那 但是 旷难这个案子 我肯定一查到底 谁也甭拦我 我肯定支持你啊 只要不违反纪律 不违法 这个案子怎么查是我们的事 来领导问起来 你就该认错认错 该检讨检讨 检讨完了 该怎么查接着查呗 你非得跟领导较这个真 除了你自己不爽 还有什么好处呀 平时呢总是你老教我 今天呢我教教你 来领导训的时候呀 不要总捧个苦瓜脸 教教你 怎么当狗子精 看好了 领导我错了 领导说的是 对对对 是是 领导我错了 我错了 第一宿 谁啊 没想过藏在心底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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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一些迷茫 过程有些漫长 就把自我隐藏 清泉不力量 直到看见曙光的迷惑 天亮 王一拐 王一拐 没想过独自前行的彷徨 情绪无人分享 牙医热血满墙 看着理想摇晃 阿战歌横唱 牢牢把这使命放心伤 有些失望终究会被希望原谅 有些对错终究会被现实隐藏 有些谎言终究会被结局埋葬 有些坚定终究来自心坦荡 那些孤独终究会被圆满补 不讨厚 不讨厚 那些失望 哪些深爱怎么去伪装 那些伤害怎么退让 等到天亮 阳光终究会带给世界狂量 那些伤害怎么退让 等到天亮 阳光终究会带给世界 光亮